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究竟第一世纪有什么样的雕刻 有什么样的影像 什么样的建筑物 来让原始读者 能够有足够的资料来诠释启示录 其实这一些的艺术品 在很多的博物院都有 但是可能很多的圣经学者 都没有真正去处理跟诠释它 所以最后我们只是诠释 启示录的文本 没有看到启示录文本后面的事件 在这些读者们怎么样诠释 原始作者写给他们的信息 这个应该都对我们有某些的帮助 我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罗马书解读》 这个是校园出版 《启示录》那本是基道出版 上出版《罗马书解读》 我是尝试把《罗马书》放回去 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处景 因为这个教会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教会 在这本书里面 我不会处理太多太多文法上的问题 加上文本上本身的这些字眼的问题 因为这些事工都是有很多剧作做过的工作 比如说冯英坤博士那本剧作 《关于罗马书》也是非常好的 大家能够参考 拿来看里面的一些文法的问题 诸如此类 但可能缺乏了现在是 有了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资料放回去 原始读者的世界 来帮助我们现在 这样的处景 跟当时的处景合并起来 让我们真正知道 《罗马书》究竟对现在读者 有什么样的启示 我希望经过这些写作 跟我在世界各处的讲座 来完成我在教学上面 我侍奉上面的使命 也是很乐意跟弟兄姐妹 彼此能够有一个机会 彼此接触 彼此交通 彼此学习 这个都是我的愿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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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